近日一场时尚活动集合了张雨琪 李冰冰 吴佩慈三位时尚女星同时现身上海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于一些敏感话题的回应三个人的反应大不相同 当天在上海出席活动的这几位女明星衣着大都中规中矩 张雨琪身穿裸色长裙只露出了脖子 李冰冰一身高领裙装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了两只胳膊 而吴佩慈的这套黑礼服倒是有些露空的设计 只是她露空的位置在背部 自从袁立那一身黑色的去掉了衬裙的蕾丝婉装 在华表奖红毯上震惊四座之后 她的后期效应也在不断蔓延 这三位女艺人在活动现场都被媒体询问了对袁立这身蕾丝透视装的看法 三人的回答也是个性十足 张雨琪嘲讽 李冰冰中庸 吴佩慈 直帅 透视的黑色蕾丝离服怎么样 您自己会不会做这个尝试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挺美的穿衣的风格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然后 会尝试 我怕我hold不住 也许这件衣服不是最适合我的 但能hold住这件衣服的也不多 最近就是原来在华雕脚上穿蕾丝透视装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基本的安全措施还是要做好的 还是尽量要以不走光的程度 然后裸露也要以维持美感的程度 那因为像这个衣服是设计得非常好 就是露背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背 可是其他不该看到的地方也不会看到 所以我觉得其实露是要有美感的露 而对于好姐妹大小S的热点事件 吴佩慈也是有问必答 之前有消息称 大S应不慎流产而身体欠佳 对此吴佩慈直斥这是谣言 大S前段真先秘 现在状况怎么样呢 现在好非常多了 谢谢大家关心 他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测试流程这样的传闻 完全不是 所有传闻都是不可靠的 而最近小S在台湾地区 定是综艺界的主持地位 受到了红人hold住姐的威胁 而在刚刚播出的新一集康熙来了中 hold住姐挑战小S也丝毫不落下风 让外界都替小S捏了一把汗 而吴佩慈对小S除了力挺还是力挺 因为我们最近真的也很爱讲说hold住跟hold不hold得住 然后不会觉得小S处在威胁 因为他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幽默 最智慧最有趣的女主持人 那小S本人对她有什么看法呢 她应该觉得很好笑也觉得很可爱吧 相对于吴佩慈的大方应对 李冰冰的突然黑脸让人有些意外 李冰冰的这种表现还得从最近特别红的袁丽说起 近日袁丽在微博中连连发飙 暗指某女明星贾正景脸皮厚 大家纷纷开始猜测是张子怡范冰冰 但是袁丽都在微博上一一否认 而当有网友猜测是李冰冰时原力回应 暂说一遍切勿对号入座 在活动现场 当记者刚提到微博两个字时 李冰冰立马被一旁的经纪人拉走了 让全场媒体恶然 我看着微博的微博其实都是点心心的 平时都是自己在打理 但是都是我自己在打理 好像在微博上有很多互动 谢谢大家 谢谢 李冰老师是您教英语老师是吗 是这样的吗 冰冰大师 您前的原力回应一下 回到微博里 不过当天亮相上海的女明星中 最让人意外的要数林心如了 因为好久不见的林心如明显发福了 新环珠格格正在热播 剧中新版紫薇的表现遭到了各方的批评 只无论是演技还是气质 都远远比不上林心如的老版紫薇 对此林心如倒是替新紫薇说起了好话 颇有些前辈的风范 我觉得其实还没有大家说的这么的不好 因为我也看了几集 我知道有时间 有时候在房间啊 饭店啊就会看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从信任走过来的 其实应该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跟鼓励 新环珠格线综合报道